西瓜 OK 跟三個相同的冬瓜 分給七個人 OK 那每個人呢 最多只能有一個 那總共有幾種分法 好 那是怎麼辦 因為這個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西瓜跟冬瓜 根本就不夠分 那怎麼辦 好 我們的方法是這樣子 西西 然後咚咚 我想要碟字 我再跟你解釋 不是碟字 咚咚咚 咚咚咚 還有一個叉叉 也是說我把這個做排列就好 對不對 因為分給七個人嘛 那你就想成說 這總共有七個東西 就是分為兩個西 三個冬跟兩個叉叉 你拿到叉叉的符號的人 就在裡面的東西可以拿 你拿到冬的人呢 OK OK 這樣會啦 那就把它分到七個格子裡面去 這樣子 OK 總共用到七個格子裡面 好 那這個怎麼算呢 就很簡單 這要重複 這要所謂的排列 總共多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所以答案是七階 好 但是呢 剛才沒有講到的地方是 這裡呢 因為西西嘛 我這裡如果假設今天我用的是 這個所謂的 A B C D E F 的話 如果這個是 A B C D E F 的話 這個當然就是答案是六階嘛 可是如果萬一我把這個 B 拿掉 改成 A A 呢 那這個 A 跟這個 A 去做排列的話 是不是就是一樣的意思了 好 還是不懂明星 你看喔 比如說 假設今天我只有寫 我把題目簡單化 如果是 A B C 的話 答案是不是就是六階 答案就是三階 可是如果我是 A A C 呢 那答案會是多少 兩階 這個 A B C 的話 答案是不是就是三階 那如果是 A A C 的話 是不是三階 然後呢 去除以二階 為什麼 因為有兩個一樣 就除以二階 這樣聽懂嗎 所以我們講的是 如果有一樣的話 我要把它扣掉 扣掉一樣用除的意思 是一樣的 所以回到這個題目來 因為我有兩個 C 是一樣的 所以我要除以二階 然後呢這裡有三個 D O 也是一樣的 所以除以三階 最後兩個叉叉也要算是一樣的嘛 所以一樣在除以二階 對 所以答案就是七階除二階 除三階除二階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怎麼算 答案就是 七六五四 這樣就好了 阿三二一呢 跟它約掉了 所以這只剩下二一 那就選個二就好了 對 我們先換一條二階 那這裡是一樣二乎一嗎 對 OK 這約掉 所以答案出來的答案就是 兩百一 對 這樣子 會齁 OK 我們先看一看 我們先看一看 我們先看一看